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据美国之音报道呢 5月16号的晚上 一群海外的中国民运支持者 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市湾区 以天安门民主大学副校扩建筹备组的名义 发出消息 呼吁海内外的支持者联署副校宣言 天安门民主大学诞生于1989年6月3号 开学授课不到24小时 便在中共军队的坦克碾压和冲锋枪扫射之下 被迫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而当时的名誉校长严佳琪 深夜还在广场上讲了第一课 天安门民主大学副校扩建筹备组的召集人 是六四凌晨 在北京六部口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学生方正 以及雄炎 风从德 张伯利和葛寻 目前已经有海内外40多名知名人士 联名发表副校宣言 包括严佳琪 蒋亨兰 徐文丽 陈奎德 万润南 郑毅 苏小康等人 一位名字叫马丁詹森的人 创立了一个自由微博 专门发表被新浪微博 推特等大型社交网站删除的帖子 德国之声报道说 詹森强调他的网站不涉及任何非法行为 他只是收集那些遭到遮盖的微博 因为中国各大网站及新浪微博自己的审查员 他们无法完全通过自动过滤的方式来处理 必须要通过手动逐一删除敏感内容 那么许多微博的评论在被审查删除之前 会有几分钟或是几小时的空档 自由微博就是利用这一漏洞搜集这些讯息 人们可以在自由微博中读到 群众上街抗议昆明炼油厂专案 8964学运 而詹森目前还没有被中共当局发现 中共的政府网站15号发布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专案等事项的决定 取消和下放了117项行政审批专案 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的院长姚树杰 对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表示 最近发生的中国能源局局长刘铁南落马的案件 就说明这个权力过于集中的容易导致腐败 姚树杰还表示 审批权力由中央下放到地方 也可能会使得一个大腐败变成无数个小的腐败 他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很重要 因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风气 以及官员的素质不好 而习近平的改革就是要减轻腐败的程度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